又出汤了 今天是我们出汤的第十天 我们没拍视频不代表我们没出汤 我们出汤都是早上摆 没有特殊的情况 我们一般都会出汤 我说我们比较咋 他们比我们害了咋 汤都还没拍气 已经有人来吃汤了 你到那儿坐嘛 马上就好了 来得好的 小菜要不要不要吗 只要抽吗 嗯 拿着要不要 要红了他们清了 嗯 今天又加了鸡蛋 看这鸡蛋好大 就像鸭巴那么大 再后一份 小钢 我们又要收工了 8点30分 这是买个鸡80分 是温温当当的哈 没拆了哈 你看啊 这个东西又不让我们修了 没得是想办法嘛 吃菜吃菜 老家家都吃完了 要是空冰 你得捞进来了吗 我得 我把这麦器罐放在菜上 来 哎呀 其他还有点力气 昨天今天都是那个早工 点累早上了 我们还吃个早上吧 走啦 请你吃 吃点 你请我吃 你是老板的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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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鸡肠米香啊 我的鸡肠米香 看起来好有心哦 今天我们又出了一辈子 就是我们每个东西那里 都吃得不够了 但是 就在它那里半个月了 就在那里面 我给它那里面 我给它鸡肠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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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多饿呀 我这碗米香还没开吃 你又吃完呢 吃两两个月 你叫没有 你叫没有 你是空冰天的吗 昨天早上今天早上都说它是 吃得比较早 都是八点多就收汤了哈 等一等还可以 每天回来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账几号 每天的进厨肠 我都是寄在本子上的 最近几天我看了很多评论区 我看了很多朋友都在好奇的问 我们做这个到底赚不赚钱 今天我就来给你们算一下 今天是我们出汤等等的第十天了 我本子上寄了十天的账 我自己看了一下哈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赚了一些 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形来说 我们的收入还是比较乐观 看评论区有朋友问 我们做这种小本声音能放财吗 当然 我们这种小本声音不能给有些朋友 他一个月有一两三万的人来比 肯定是比不上的 但是我觉得我和邓哥又是两个年轻人 除开拍自媒体以外 还有多余的时间 我们就想做多一份工作 多一份收入 哪怕一个月有几千块钱 我们是比较知足的 哥儿 你说的对 我们不缺一个月赚几万块钱 哪怕几千块钱 我们一天过得充实不是更好吗 我不晓得外面工资怎么样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小乡村 我们干一个月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小乡村 他们普通人上班一个月的工资 也许我们要多一点点 但是我们要自业一点 唯一的就是我们要辛苦一点点 炸上去就炸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值得去做 所以我们要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